某拉拉司机上诉有什么意义 好家伙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某拉拉乘客 坠王的司机呢 前不久已经提起了上诉 我本人呢是非常支持上诉改判的 具体的观点呢 之前视频已经阐述过了 那某拉拉司机上诉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之前一审司机当庭认罪认罚 是为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划行一年 其实 如果司机在一年考验期内 没有再犯新罪 是不用进去堕牢的 那司机为什么还要上诉呢 尽管不用进去堕牢 但光这个暗点 就足以摧毁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 首先 对个人的影响 而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往往是有义务 向应聘单位如实报告犯罪记录的 除了某些特殊的违法行业 在这个竞争社会下 合法救济的几率就更渺茫啊 其次 当兵考公务员肯定也是没戏的 当律师也不行 除了之外 对家人也是有影响的 配偶子女等三代以内直居卸亲 如果考公务员请校军校 证审可能会受到影响 当然 司机本身也不服啊 拉一单业务 倒霉催的 朋友这种事 估计以后司机们都得小心谨慎 否则 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除了之外 更大的意义在于 法院判决是会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 一份符合法律规定 令人信服的判决 才能让人更有安全 我说了他两次 他又是想不开 跳楼了 我不会进去吧 我说那老头一句 他又是气死了 我不会也要进去吧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